1.青色液体的构造 焦点106 叶的形态与构造 叶是植物体进行光合作用 制造有机养分 进行增扇作用的主要部位 具有多样化的形态 单植叶植物的叶 例如竹、椰子 单植叶植物的叶包括叶片与叶枪 叶片形状通常叫狭长 叶片的尾管束称为叶脉 叶脉多为平行脉 叶翘由筋上的结长出 包裹筋部 可保护筋与真身筋的强度 运输物质并保护幼崖 双子叶植物的叶 例如菠菜高丽菜等 双子叶植物的叶 通常包含叶片 叶脉叶丶饼和拖叶 叶片大多层扁平片状 以增加吸收光照的表面积 进行光合作用 叶片的尾管束称为叶脉 多为网状脉 叶柄由筋上的结长出 具有支撑叶片及运输的功能 拖叶可保护叶芽 有些植物的叶成熟后 拖叶会脱落 单叶与副叶 单叶为仅具有一片叶的叶子 一片叶的叶柄与枝条之交接处有侧芽 则该叶片为单叶 例如桑树的叶片 副叶则由许多小叶片所组成 一片副叶中的小叶片 若仅有一个节点长出 依据小叶片树木的差别 有三粗副叶与长状副叶 三粗副叶例如茄冬 长状副叶例如玛拉巴利 若小叶片有不同节点长出 称为羽状副叶 例如铁刀木 叶在筋上的排列顺序称为叶序 可使每片叶最有效率的接受阳光 一个节只着身一枚叶者称为护叶 例如燕紫金 一个节着身两枚叶称为对叶 例如大花紫薇 一个节着身多于两枚叶者称为轮叶 例如黑板树 叶的外形与功能的多样性 仙人掌的症状叶可防止水分散失 豌豆的卷须叶可攀附支持物 竹笼草的捕虫叶可捕虫 圣诞红的包叶可吸引昆虫协助繁殖 叶的内部构造 叶的剖面构造包括上表皮 叶肉 叶脉 及下表皮 上表皮与下表皮皆由排列紧密的表皮细胞组成 表皮细胞不具有叶绿体 具有保护功能 表皮外侧具有角质层 可减少水分散失 部分表皮细胞特化形成保卫细胞 保卫细胞所围成的气孔 是气体进出与增扇作用的通道 保卫细胞具有叶绿体 能进行光合作用 叶肉由薄壁细胞构成 是叶内主要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 叶肉包括榨状组织与海绵组织 构成榨状组织的薄壁细胞 细长 排列紧密 而且接近上表皮 具有较多的叶绿体 构成海绵组织的薄壁细胞较圆 排列疏松 而且接近下表皮 含叶绿体较少 接近气孔树的海绵组织排列 则更疏松 形成气势 气势可增加与环境接触的表面积 以利于气体的交换 叶脉包括木质布与韧皮布 木质布接近上表皮 主要负责水分和无机岩的运输 韧皮布较接近下表皮 主要负责有机物质的运输 叶脉不具有维管树线程 叶脉外围具有维管树枪 感谢观看